高雄市長補選倒數裡面 真似乎還是擺脫不了論文的抄襲爭議 之前他在跟學生座談時 被問到論文也沒有找寫手代寫 他強調沒有 只是當時同學之間有給意見 但沒有想到他就這樣直接使用 所以陳其邁也大酸 問對方說那位同學究竟是誰 上班時間下起大雨 陳其邁依舊穿起雨衣 站在馬路街口向民眾敗票 朝熱補選選行 立投對手同樣擴大陸戰 超級韓粉牆牆棍當起麥克風手 坐上戰車陪李梅貞掃街 輔選團隊裡還看到前民政局長曹桓榮 選情倒數藍營大團結拚選戰 不過外界焦點依舊放在李梅貞的抄襲 論文爭議上 問一下議員你的論文是自己寫的 還是別人帶一起而已 跟學生面對面座談被問到敏感話題 李梅貞有備而來 是絕對沒有帶寫這個部分 我同學就有提供我一些資料 那我們就在那邊討論 他說可以 他說這個也可以用 所以其實講真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 就是做一些拼湊 這個答案停在對手額裡 似乎解釋的不夠清楚 他說這是同學之間資料 那我想大家會比較好奇那個同學到底是誰 論文的事情已經說過了 那現在據選舉的時間也很短 所以現在努力打拼 把我們的那個政策跟理念 趕快跟高雄市民報告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論文李梅貞最新推出的競選MV 內容主打婦女排 也讓對手質疑似曾相似 跟盧市長當時在選舉的是有點像 是不是找同一家公關公司 還是同一個劇本套用兩個人 盧秀燕的公關公司我不認識 投票倒數各陣營出招炒熱選情 接著黃斌 安小祖 歌聲波特